如果当年扎扎辉的上司批准了他的转行申请 那么香港的电影史上将会少了一位演技炸裂的影帝 张家辉出生在香港非常普通的家庭 父亲是名受人尊敬的人民警察 母亲则是当起家庭主妇照顾他和三个姐姐 一家人只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货 所以经济条件只能维持温饱 然而在他还不大能记事的时候 父母就因为感情不和分道扬镳了 他和姐姐们都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一个女人要养四个孩子 可想而知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好在儿子争气 受父亲的影响考上了警校 毕业后成了一名巡警 在当时这可是铁饭碗班的工作 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彼时的他们包括张家辉自己 都以为会做一辈子的警察 根本不会想到以后会成为影帝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他和上司的矛盾上 巡警虽然也是警察 但在张家辉心里 他更想转为可以拿真家货的刑警 于是在做了四年巡警后 他向上司提出了自己的申请 不知是看不上他的身高 还是认为他的能力不够 上司并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这样张家辉有了辞职的想法 他觉得这种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再三思索下 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 辞掉了大家眼中的铁饭碗 接人介绍 去了万能影业公司工作 开始了自己的演戏生涯 而正是他四年的巡警经历 被著名演员李修贤看中 让他在《壮志雄心》里 本色出演一个小巡警的龙套角色 本色到连角色名字都是用自己的 彼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这个平平无奇的龙套演员 将来会成为巴料影帝 刘嘉玲亲口说过 香港的影帝不是姓梁 就是叫嘉辉 然而谁能想到 这位巴料影帝 曾经竟只是能挨揍的人肉沙包 张嘉辉刚开始涉足影视圈时 因为没有俊朗的外表 再加上个子也不高 根本得不到很好的机会 签约亚视后 也不被公司重视 只给他安排一些 没人愿意演的小角色 甚至还要给那些女演员当替身 彼时打戏在香港盛行 他也拍了不少这样的戏 但都是只有挨打的份 那个年代的打戏 为了逼真几乎都是拳拳到肉 而张嘉辉每次都能咬牙坚持下来 公司发现他这么能扛打 给他接了更多的打戏 可人都是肉掌的 怎么可能不怕疼 那段时间他天天都会被打一顿 吃饭的时候就会拿着便当 躲到车后边吃边哭 还没吃完又被拉过去继续挨打 五年 你知道是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这样的日子他熬了五年 结果此时亚氏开始走向衰落 他这些年的打都白挨了 后来便转投TVB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在这里他得到了王晶的重用 把他当作周星驰接班人来培养 可演了几部无厘头的电影后 他深知自己在喜剧方面 不会有更高的成就 于是决定放弃喜剧转拍剧情片 虽然这条路走得不是特别顺畅 但他为了拍戏格外拼命 拍摄期间被对手演员踢断手指 也硬挺着演到结束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42岁那年凭借证人这部电影 拿下人生中第一个影帝 还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芭料影帝 从此张家辉如同打开人多二卖 成为各大颁奖典礼的常客 还在2014年斩获了 第33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但是发表获奖感言时他却坦言 自己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都应该归功于一个女人 家住在400平豪宅 却甘愿和男友挤在几十平出租屋 身为TVB当家花旦的关永和 为什么会看上龙套男张家辉 张家辉和关永和在一起时 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 彼时的关事业正处于巅峰时期 接二连三的大热作品 让他稳居TVB当家花旦宝座 而张家辉不过是个龙套男 穷小子和白富美的故事 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真爱 但真要刨根究底的话 这段感情还是关永和主动的 在张家辉挨打的那些年 关永和曾经主动给他送去纸巾 人美心善的他就这么走进了扎扎辉的心里 即使此时两人看起来很不般配 甚至可以称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还是决定倒追关永和 穷小子追人的套路无非就是 拿出真心对女神嘘寒问暖 没想到有的人就吃这一套 半年后他向对方表白时 何解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不管外界的流言蜚语 还把男友带回家见父母 这其中的意思显而易见 可他没想到这次见面后 不仅没能等到男友的求婚 还把人给吓跑了 因为在他看到女友家400平的豪宅时 张家辉愈发觉得自卑 他认为对方跟着自己只能受苦 所以一声不吭地跑去南非 断绝所有联系单方面选择分手 但是即使男友如此绝情 关永和却在对方姐姐身患癌症的时候 一直无怨无悔地悉心照顾 得知真相后的张家辉 终于想通将关永和娶回家 而为了丈夫能有更好的发展 他在正当红的时候 毅然决然地选择隐退 甘愿做丈夫背后的女人 张家辉没有辜负他的牺牲 凭借实力给香港电影史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